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来才知道这是李宗盛的作品 这是一本八十多年前出版的学生字典 小小的字典今天也许并不起眼 但他和当时统一国语的运动一起深刻地影响了这个国家 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时二十多岁的李景辉通过编撰国语注音字典 编写新的国文教科书而投身于新文化运动 他这个讲话就是 学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 他有这句话 尤其是对儿童以唱歌入手 让儿童学国语学得好学得快 1920年的中秋 李景辉创建了明月音乐会 他说道 我们要高举平民音乐的旗帜 要让我们的音乐犹如浩月当空 千里共缠绢 人人能欣赏 也就是在这一年 他写出了儿童歌舞表演曲 《老虎叫门》成为几代中国人记忆中的珍宝 小孩子乖乖 把门儿开开 快点开开 我要进来 小羊儿乖乖 把门儿开开 不开不开 不能开 妈妈不回来 谁来也不开 一瓶这么唱 一瓶还要做个首饰 先写从这种 带有一点表情性的 后来就把这个又写成 带有一种戏剧情节的 还是在这一年 1920年的夏天 在河南开封师范的 小学国语教学法讲习班上 李景辉用几个小道具 一歌一舞地讲述了 国语课本中的一个小故事 让学员们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新鲜 他们要求老师把它写出来 带回各自的学校 也表演给学生看 不久 年轻的李景辉完成了他的剧本 《麻雀与小孩》 这是中国第一个儿童歌舞剧 这也是中国现代歌舞剧的开山之作 李景辉借助音调爽朗的民间音乐推广国语 他的努力开创了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 在民族民间音乐中的新气象 这也是中国歌舞音乐走向现代的序幕 但在当时的中国 西洋音乐被奉为正宗 唱中国歌则被人笑话 李景辉的音乐被不少人视为理俗不堪 在参加教育部讨论制定小学音乐教材时 李景辉就因为坚持民族民间的音乐 而被撤除了小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的委员服务 后来李景辉离开了北京南下上海 这时是1921年 他供职于中华书局 除继续为小学生和大众编写课本 还主编了多种儿童杂志和读物 1922年李景辉创办了《小朋友》 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 这份小小的刊物每期发行净达一百多万册 李景辉担任了八年的主编 从编到写到画插图 亲力亲为 在上海 我们采访了《小朋友》杂志的第七任主编盛野先生 他生平读到的第一本杂志就是《小朋友》 那年他七岁 读小学一年级 今年他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 在《小朋友》这支创刊号上面 他写了一个小朋友的学义 这个宣言我觉得非常地有趣 明报无误的 全到了李景辉先生的办康宗旨 他这样写的 小弟弟 小妹妹 我愿意和你们要好 我就是你们的小朋友 我的内容有唱歌 有图书 有短篇故事 有长篇小说 有笑语 有谜语 有小剧本 我每星期五出来一次 你们要看我 我在中华书局等着你们 若是你们要我每星期 上你们的家里来 就请订一份 小朋友们呀 我爱你们 你们也爱我吗 专家说 小朋友的诞生 创造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崭新时代 今天 他陪伴和滋养了一代代的少年儿童 八十五年 李景辉的儿童歌舞剧 当年首先就是发表在小朋友上的 1922年 小朋友开始连载麻雀与小孩 就是前面提到的第一部儿童歌舞剧 八十多岁的老教授孙济南研究李景辉整整三十年了 写了目前唯一的一本 李景辉评传 你为什么积极地教主 那么阿秋就回答了 我的小女儿 如果我要不见了 如果我要不见了我的妈妈会怎么样 于是她就惭愧了 倒是后悔了 教育儿童要一种城市 有错就改 他首先是一个教育家 他这个教育家 我教的他的起点高 他所说的教育家不是说我就教人们识字 歌会唱了就就可以了 就当老师呗 他这个教育就是从根本上提高人的素质 就让这个人的这个素质提高了 然后回过头来来使国家富强 显然 这个时候李景辉的音乐 已不再仅仅是用来推广国语了 平时李景辉会趴在教室的窗台上观察孩子 他会贴着玻璃出神地看着孩子 为研究孩子 他到上海后还专门去当过小学老师 他老在那观察这个孩子们的活动 后来他就想 我为什么不编一点这个歌舞给孩子们 孩子们都好动 他说学了歌舞 学歌舞 一可以纯洁语言 那么也可以让孩子从小就学一些舞蹈姿势 就是美的姿势 美的语言 而且他说纯洁这个孩子们的心灵 但是李景辉在音乐上并不是科班出身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的时候 实行有教无类 允许旁听 五四运动前夕 李景辉到北京 也成了北大的一个旁听生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他的湖南老乡 如毛泽东 沈从文等人 威威壮观的旁听生 中队伍会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 蔡元培或许没有料到 但原先专修美术的李景辉 走上用音乐推广国语 最后现身音乐 确实是与蔡元培有关 这是今天的北京二十七中 当年是北平孔德学校 有一次蔡元培到孔德学校视察 发现学校的校歌 竟然用的是日本国歌的曲调 他马上找到李景辉 要他用民族音乐重谱校歌 这对李景辉无疑是一次 重要的启发和激励 中国非常可怜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国产的 我五六岁的时候能够听到的过去 是教会里头唱的 在他之前那个时候 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开始有学谈语歌 那个时候学谈语歌 多半都是用外国的显成的曲调 填上中国的歌词来教学生唱 李景辉虽不是科班出身 但他幼年就痴迷于音乐 早先为推广国语 他不仅写歌曲 而且努力地传播 到上海后 李景辉主持的国语专修学校 都要在暑假举办国语讲题会 来自各地的学员 多位各校校长或国文教员 李景辉不仅借此收集了 大量流传在各地的民歌民谣 同时也把自己编创的歌舞音乐作品 传授给他们 这些新颖的儿童歌舞音乐 为古老的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清新 印象应该说是一种很美好的印象 对我的喜欢文学艺术 是一种启蒙 很有意义 很有意义的 因为一个人爱小时候所接受的东西 简直决定你的一生 麻雀与小孩赞美纯洁无私的母爱 月明之夜歌颂了人间之爱 葡萄仙子启迪儿童对自然界弱小生命的恋爱 以及对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的博爱 李锦辉的音乐让中国人的孩子 在美妙清新活泼的歌舞中得到了滋润 他说 歌舞剧是教育的利器 是普及民众教育的桥 黄一青 儿童文学的作家和翻译家 今年93岁的黄一青是在85年前 在福建的大山里 接受了李锦辉作品影响的 在那个小圣村里 是我姐姐带回去的一份小朋友 小朋友上有李锦辉的作品就是葡萄仙子 在小镇里 一个小区旁边 一个鱼脸很朦朦的晚上 石头的麻 搭起木头的盘 我姐姐就给我化妆 给我披着一个黄的沙子 到台上去演唱 一边唱一边跳舞 那个时候八岁 我同心休养 飘在那个小区旁边 飘在那个圣村的山头上 我做那个阴雨的美 深深地印在我身上 她的姐姐是从北京的燕京大学毕业 回到山村里当校长的 姐姐把李锦辉的歌声 带到了这个偏远的山村 这歌声是旧中国未曾有过的新文化 李锦辉儿童歌舞音乐作品 深刻地影响了唱过 听过 看过他的人 以至于八十年后的今天 记忆依然如此清晰 歌声依然如此动情 那影响他们 感动他们的 究竟是什么呢 爱地交友 从小朋友到此 从边心的技巧到此 这样子一点一点 这个爱地接力班 是没有亲自过的 诗人彭艳娇已经86岁了 和很多人一样 海提时代唱过的歌 同样也是深深地刻印在她的记忆中 当时我们在读小学的时候 最流行的是可怜的秋香 可怜的秋香是李锦辉儿童歌舞表演曲的经典作品 除了十一部儿童歌舞剧外 李锦辉一生还为孩子们写了二十多部歌舞表演曲 其影响也无可估量 儿童歌舞曲是一种篇幅短小 情节简单 没有说白的歌舞表演 从小我们也唱这样的歌 也是要调演的 特别是听到她后边唱那个 金姐有爸爸爱 阴姐有妈妈爱 秋香有谁爱你 她第一个对比 不得了 火暖的太阳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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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记得 照过金姐的年 照过云姐的衣裳 也照过有年时候的秋香 但是从小不知道这叫对比 后来修了音乐以后 修了音乐以后 然后在分析这样的歌 就是她这个手法是太高了 这种心灵在音乐上的一种反映出来 李景辉从最简单的儿童行为特征出发 用最能上口的旋律 创造了歌舞剧和表演曲 这两种儿童歌舞音乐的艺术形式 他是以极度的热情和艺术才能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 开创出中国儿童音乐领域 一个属于他的黄金时代 最特殊的开封期至先 能有这个精神就了不起 什么事情都能创造出来 如果他没有开封期至先的这么一种 意志这种精神的话 他后来这些事情都是不可设想的 他的这些作品 他自己说就是 他要改造中国的新音乐 其实是他的那个作品是新音乐 改造中国的那个旧音乐 在中国唱片厂的库房里 保存着三十年代录制的 李景辉儿童歌舞剧的唯一一张唱片的模板 在那个没有广播电视的年代 李景辉为孩子们创作的歌舞音乐 传遍了古老的中国最偏远的山村 今天或许你已无法想象 当年的孩子们自己演 自己看的儿童歌舞音乐 是怎样遍及城市和乡村 乃至东南亚各国 今年九十岁的梁慧芳 一生都支持着陪伴着丈夫李景辉 走过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 他能唱李景辉的很多歌曲 然而当年李景辉专门为他们俩结婚写的那首歌 他却记不清了 寒风兮兮 风雨兮兮 了却无声人唧唧 只成软步 真作解寒矣 这个曲调是用的就是古琴 几十年来 他都坚信李景辉的儿童歌舞剧 和他的音乐是中国需要的 终于在李景辉去世整整四十年后 他看到了这一天 2006年的春天 上海迎新异校 副排李景辉儿童歌舞剧 特邀梁慧芳现场指导 …… …… …… 我愛你,我愛你 草草的月兒,飄了河河 草草的月兒,飄了河河 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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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但是越唱越唱就感觉越来越近 而且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有童曲 八十多年前 古老的中国第一次有了儿童自己表演的歌舞 耐人寻味的是 在它之后的八十年里 我们却很难再见到这样的儿童歌舞剧问世 2006年春天的这样的一次复牌 不是为了怀旧 而是为了呼唤在这个新的世纪里 中国的孩子们能够拥有自己更多更好的歌舞 令他们充益着想象 自由地伸展 获得快乐 得到陶冶 大幕终于拉开了 2006年4月22号 中国儿童歌舞剧在诞生整整八十五年之后 在北京演出了 韩戏的7月市丰富 做音乐 鹌鲍上 set 真的,感觉很清洁啊 大學生专门都是我儿童创造的 它有一种启蒙作用,有一种引导作用。 它里头能够体验你的一种期待。 它似乎在指引你,在鼓励你往那头路上走。 小鸭乖乖,爸们乖乖,妈妈没有来。